哈囉大家好我是伯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也沒有什麼要介紹的 不好意思 拖稿拖久了 真的是 欸其實 如果去年 或者是前年 就有在關注我頻道的觀眾 應該就會發現到 我的生 我的拖稿期間 會很明顯的出現在某些時間 那個就是 因為我是學生嘛 其中其中還是要考的嘛 對不對 所以 其中其末考的時間 就常常會 發生嚴重拖稿 然後在外加 我之前講過的室友問題 現在暑假了 沒這問題啦 沒有理由啦 不好意思啦 素材也存的夠多了 也沒有拖稿的理由了 反正就是 之前缺的 我會好好給大家補回來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人說 等等 我記得你上次那個走極篇 你該不會要幹這種事吧 我當然就是要幹這種事 不然你以為 好啦 反正我就是盡量能補就補 能單支補的就單支補 那種我真的覺得不太重要的 那我就把它一群補成一起了 又來了 每次喊不太重要就變成紅角 當初活女我跟你講 這個一定沒有用 靠腰 大家現在都帶活女 我跟你講健身這個真的沒屁用 現在健身又是紅角 我是不是反指標啊 我是不是反指標啊 說哪是爛就爛 對了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三星的部分 也就是大部分是魂俠的部分 大家可以清楚的發現到 自從上一隻犯天犬抽完之後 我 我只補了兩隻舊魂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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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火貓一隻聖堂 你問我說為什麼你不去補其中這兩隻 彈力魔王跟那個 在前一隻叫什麼忘記了 在前一隻那一隻要配之前的那個謎團 做一個自缺隊 那個自缺隊我遇過一兩次 真的很少遇到 但是那個打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那個能量控制真的是很不舒服 而且那個後來的 他等他大招開完之後 那個爆炸性的傷害 你的隊伍是會直接崩潰的 可是智障隊 那個所謂的智障隊 你只要有辦法 你的切入角有辦法 把後面的其中一隻幹掉之後 就是這樣講好了 我們一般的隊伍五隻角色 倒了一隻或許不太要緊 但是智障隊就是那種 我的角色倒了一隻 就整隊就要出事那一種 所以變成說智障隊很怕切入 然後就把他一直帶走 如果你的切入 沒能把我的角色帶走 那我當然是繼續讓你智障 但是假設你不小心帶走我一隻 那我就不用玩了 所以相對的智障隊 而且因為智障隊 就是要用謎團配上一隻 上上隻啊 所以變成說 你沒有抽 謎團當初也不是算很紅的英雄 所以你要是沒有抽謎團 那上上隻你就沒有抽的必要 然後彈力魔王 我那時候有去看路板那邊的評價 我一面倒的罵欸 罵到翻過去那種欸 然後因為他是 他又是本DOTA自創的 所以對於DOTA原創呢 我真的是抱持著滿滿的信心 他媽的根本廢物 對不起啦不要 完蛋了我覺得 我會被騎欸 反正就是原創角色都有點那個 那個什麼 有點乏力啦 講難聽一點就是根本就沒屁用啊 對啊 所以 很尷尬就是這樣 所以這兩隻我都不抽了 然後我已經存好賺 準備抽下一隻那個 如果大家要打混沌之塔 大家要打混沌之塔 你們應該就會看過有一隻 白色的像天使的東西 那一隻就是新魂俠 相信一定有人被他秒殺過 一定有人直接整隊被他碰碰兩招就秒殺過 我也看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還沒去 我還沒看 我還沒去路板看過那隻資訊 反正就是那天我打到混沌之塔 然後我看到那隻 喔是新魂俠的 蹦蹦 我死了 可是那隻聽說也是打副本用的啦 好像 也不是打競技場用的 所以我的興趣就低了那麼一點點 一點點啊 我這個人 一打競技場 二打副本啊 所以 用不到這兩個方面的角色 我就會稍微興趣低了點 既然我就覺得開上來 那就幫大家介紹一隻 真的沒有什麼卵用的英雄 燈龍貓 燈龍貓我已經忘記是590還是登入送了 應該是登入送啦 我也就忘記這13顆魂石是怎麼來的 反正 這一隻角色 該怎麼說 真的是毫無任何優點耶 真的是毫無任何優點耶 真的很難過耶 我記得他的魂石好像不能 不能重新計畫對不對 我看一下 我沒記錯的話 他的魂石不能重新計畫 所以我也不曉得這13顆魂石哪來的 你們也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真的搞不清楚這13顆魂石哪來的 我看一下 他的魂石 對啊 他不能重新計畫 所以我也不曉得 那魂石是怎麼來的 真的怕 自己默默出現13顆 反正 我記得他是登入角啦 我記得他是登入角 身為一隻登入角 然後卻沒有辦法 免費獲得那個靈魂石 我真的覺得DELTA 你是不是想賺錢想瘋啦 也不是說想賺錢想瘋了 你是不是忘記把你的遊戲合理化啦 要生一隻角色 然後沒有支援他的靈魂石 好啦我們先看他的技能 燈籠破 就是他的那個燈籠會爆出一隻黑龍 然後造成魔法傷害降物攻 降三千物攻啦沒有很多啦 比小魚人還少啦 真的是 比小魚人還少欸 然後他的小招登籠祈福 登籠貓呢給全體隊友祈福 10秒內當隊友受到一次 最大生命20%的傷害時 可以抵擋這次傷害 他可以持續10 效果持續能增加11秒 就是原本是10秒 然後你點高之後可以再加11秒 所以有21秒的時間 但是問題是啦 你們也知道 現在呢會痛的就那幾隻 閃電俠我好幾段的 我好幾段又不是一下超過20% 好沒用 啊蝙蝠俠也是好幾段 然後超人也是好幾段 現在可以用這道抗的也就黑龍換次吧 競技場比較紅的也就這幾隻啦 阿不然就是那些什麼大法是那種 砰一發給你死的 那種或許也可以加減扛一下 阿其他就 其他因為現在傷害都是多段多段的 所以反而這個看起來就 這招看起來就 實用性就低了那麼點啦 不是沒有用啦 實用性就低了那麼點 外加他的星數提不上去 所以 你說能用嗎 我看是不能用啦 然後第三招 貓叫聲 魅惑一個輸出最高的英雄 並且魅惑狀態內提升物攻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可以讓他打他隊友 然後同時呢 你打你隊友的時候 還提升你物攻讓你打更痛 哇 聽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而且啊 而且110級以下是必中的 所以基本上都必中 可是啊 說實在的 魅惑類的技能呢 他的觸發頻率 就是他的技能券裡面 他的技能連 他的技能串裡面呢 魅惑白的 魅惑白的 那個次數都比較少 我也不曉為什麼 可能就是 這種硬控技 DOTA不太喜歡吧 我就不懂他不太喜歡 都到底要做出來幹嘛 真的是 我痘癌好痛喔 然後驅貓衝 燈籠裡呢 會造出一群小貓向前衝 小貓小貓向前衝 我記得最近好像有一個手遊 他改成web版 然後又上市了 好像就是今天了 是不是那個什麼 貓咪大戰啊 這好像在工傷 對不起沒有 我什麼都沒有 反正就是召喚一群 我們要向前衝 如果登陸貓生命值 大於80%呢 召喚白貓 對敵人造成 魔法傷害跟沉默 然後如果 介於60到80呢 召喚黑貓 對敵人造成 魔法傷害跟狡蟹 然後如果低於40%呢 對隊友造成治療效果 這個就 我該怎麼說 這個就真的 沒有什麼軟用 真的很難過 真的是偏難過那種 你知道嗎 如果 他沒有這一堆限制條件 就是丟出去 魔傷 繳械 沉默再加無血 哇 超級強 這跟當初第一版的卡馬 有87%像 邊傷害邊回血的 但是啊 他就硬要把它搞成這樣 那 硬把它搞成這樣的後果就是 這招會變成一個 就是真的來 沒有什麼軟用的技能 我需要補血的 我前排坦快要倒的時候 你燈籠貓還沒 抵血 所以不會補血 好 那就算了 然後呢 對面一堆法師 正常來講啦 正常來講 法師開大需要一些時間 存能嘛 所以法師一定是 大家血比較少的時候才會開大嘛 那我這時候才需要沉默嘛 結果呢 你80%以上就在沉默 對不對 然後前期的傷害 通常都是物理造成的嘛 然後結果你60%到80%才能夠 繳械 我真的是不曉得 該怎麼說這個技能 當初做這個技能的時候 那個 那個企劃到底是誰 頭伸出來給我踹個兩下 哇你看 這個燈籠貓的圖像這麼可愛 對不對 這個燈籠祈福這麼可愛 對不對 為什麼要把自己角色做成這樣呢 最後一招 覺醒招 龍心 欸 燈籠貓 有覺醒嗎 我看一下 是覺醒招嗎 是 是覺醒招 他有覺醒 都已經搞到這隻角色 到底是怎樣 我都忘記了 欸 我真的覺得他這個覺醒前面比較好看 這個覺醒後的就 差評 等等 我不是蘿莉控 不要抓我 FBI不要抓我 按刀 龍心呢 掌握貓衣燈籠奧秘 血量低於40 他會龍心迅速回復自己血量 然後有時間間隔他沒血多少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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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塔又不血多少 真的是很棒 我就說了 從以前就是這樣啊 我只要不血清楚 我怎麼改你都不知道啊 可是這招又來了 這招又跟他的群毛蟲相剋道了 我一滴於40% 我想要補血的時候 結果你把我的血拉回去 那我又繼續只能去幫人家繳蟹了 Oh What the 簡單來講 其實我看 我看不太懂這隻燈籠貓到底要怎麼用 首先一來啊 首先一來 他是送的角色 但是我不能升星 不能升星 那就是 那就是會遇到一個很 最基本最基本的問題 你看他的生命力現在只有2萬 或許現在我是橘色這樣講不公平 但是你橘色就算全部升上去好 你自己看他這邊裝備 你自己看他這邊裝備 全大部分都是髮牆裝欸 他大部分 喔髮牆帶生命的 可是髮牆還是偏多 他的髮牆裝跟一些輔助裝偏多的情況下 那他血量升上去也不會說太優秀 那你們看看 現在這邊只有2萬滴血 那我能期望他升到那個 我能期望他升到紅二的 紅一的時候有多少血嗎 我沒辦法期待啊 頂多2萬出頭啊 那再加上他現在 星速升不上去的情況下 燈籠貓 能用在哪 我真的不知道欸 而且 他的技能組算是樣樣通 但是就樣樣鬆那一種 對啊 不過比較看得出來的是 他比較像在針對物理性英雄 畢竟他的大絕是降物攻的 然後他的 貓叫聲魅惑那招 是讓敵人回頭打自己 而且加物攻的 所以呢 看起來啦 比較像是針對物理性英雄的 然後 嗯 然後這招驅貓衝 我還是 我還是對這招真的很感冒欸 我那時候以為這招 哇 看起來真的好強喔 死給欸 然後後來發現 幹不對 一點用都沒有 啊 一點用都沒有 啊 為什麼 為什麼 要對這樣一隻可愛的貓咪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 很奇怪的位置 60%到40%之間 這一招 是要怎麼算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支電影很奇怪 我剛剛就想說 我對這招好像感冒 還有另外一個很感冒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 喔想起來了 原來是你看 你看這個驅貓衝 他 60%到40%之間 他要怎麼算 全部 還是都沒有喔 我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反正這隻角色如果他在不提供 他在 他不提供身心的辦法的話 那這隻角色也沒有上場機會 那我們也不需要知道他能看嘛 講白了就是這樣 所以啦 那就是 那就是這樣啦 所以這隻丹龍貓呢 在刀塔把他的身心手段拿出來之前 也就只能當隻倉管 沒錯 最底下的倉管 比魂俠還底下呢 好啦 這就是 我今天的不知道說什麼 只是 燈龍貓之簡介啦 啊希望大家 能繼續支持我啦 我 我沒有故意要脫羹啦 拜託啦 各位 我沒有故意要脫羹啦 只是有一些狀況 我不得不應付啊 暑假期間到了 我應該就會把之前 慢慢的東西補回來啦 一些神話啊 皮膚啊 還有幾隻DC 欸 講到DC 我就讓大家 讓大家知道 我已經準備好了 雖然說DC已經出來好久了 對不起 真的是對不起 DC已經出來好久了 看到這邊 蝙蝠俠跟閃電俠 然後呢 蝙蝠俠跟閃電俠 然後 欸欸欸 喔 他們都還三星 然後 鋼鼓跟超人 我已經準備好了啦 都覺得停完了啦 都可以跟你們介紹了啦 然後呢 這幾隻你問我說你才三星 你到底會不會要牽托三星 喔不會喔 這幾隻三星就強得跟鬼一樣了 真的是很可怕啊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啦 我是偉恩 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我 按讚 按訂閱 感謝各位 那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各位收看 掰掰